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能闹更看门道 本集分享中心兄弟投手于谦 1月20日在澳洲职棒主投5.1局无视分的表现 跟他搭档的捕手也是旅美台匠捕手临家阵 一开始就用外脚膝盖高二缝深卡球 制造右半边滚地球出局 两出局后打者LoganWatt 数球精准销进外脚低位置好球带 接着滑球漂亮串进内脚膝盖高 打者以为又是数球却迎来下罪挥空 接着临家阵配快慢交错 突袭掉进内脚膝盖高的变速球 打者放掉没打被拉攻三阵出局 二局上打者LoganTrowbridge 滑球销进地位置好球带 打者想突袭触点误判速球太高 结果销在外脚腰带高位置好球 接着一组内外曲球速球坏球 再来一颗曲球掉出中间第一好球带 完全掉中锁定速球的打者 挥空三阵出局 对下一棒打者Donald Lewis 两好两坏之后 在下层尾进的二逢升卡球 成功制造右侧滚地球出局 二局下半 林家政急出强劲的内野滚地球 造成不规则弹跳 穿越游击防线并滚向中左外野空挡 行程二雷安打 并在稍后被队友打回来得分 三局上半开局这个画面如果不细说 真的会以为是在台湾开打的比赛 打者是杨戴刚 头手是于谦 捕手是林家政 行程都是台湾人的组合 捕手林家政相当清楚 老大哥杨戴刚比较不擅长攻击内角 除了穿插一颗外角滑球塞内角速球居多 于谦在执行面球路有点飘高 但杨戴刚也没有把握好 最后内角膝盖高二逢速球 已经让杨戴刚切到没打好 但刚好行程左岸野边线落地高 飞球安打 这一局于谦的球路速球变化球大多比较偏高 但对手大多没有掌握好 接下来接连三个飞球出局结束半局 算是有惊无险的一个半局 据了解本场于谦二逢升卡以及四逢速球 使用率差不多是七成跟三成 还有滑球曲球变速球等球种 火局上一处局面对打者Donald Luz 速球销进外角低位置好球带 连续两颗变速球 第一颗偏外侧 第二颗头到位 掉出中间好球带就让打者被掉中 以为是好球但灰空 再一颗变速球进来 其实内角偏低 但刚好让临架阵展现priming的功力 压缩在极短的时间内往上拉 竹山减的拉弓三阵出局 下一棒杨带刚 近红中变速球没掌握好 急出界外 偏内角速球之后 连续两颗变化球 试图捞乱杨带刚的节奏 球速累计两好两坏 偏外侧速球之后 再一颗外角速球塞进来 杨带刚可能误判也会偏外侧 结果宵禁外角腰带位置 被拉弓三阵出局 六局上先被急出脸安打 面对打者Ryan Battaglia 速球内角大腿高好球 几乎相同位置的曲球 制造速差扰乱节奏 急出界外 速球精准消禁内角比膝盖稍高 打者看好球近蕾 被拉弓三阵出局 期待下几乎相同位置就不应该 产同位置的 你写了 你写了